大家好 大家好 今次的影片會跟大家講講英國的崛起史 但是英國崛起的時候 也有一些競爭的對手 譬如荷蘭或者法國 今次我們會處理1649之後 我們也講過 英國捉了皇帝查理一輩子 英國進入了一個比較黑暗的時代 一個無神的時代 那十多年裡 查理二世是1660年登位 其實那裡有11年的時間 所謂共和國 但是這個共和國我認為是一個敵基督的帝國 我認為 待會再補充一點 之後會講一下 同時間發生的歷史 譬如說荷蘭的怎樣崛起 怎樣的衰落 這個一次過和大家講 我們先進正題以先 請大家訂閱何志光有壽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以及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十二點鐘 留意有什麼片出 一定有的 十二點鐘都是 每一天都有的 現在的服務承諾 政治揭露來講 會改了 會比較少些 逢星期日 以及逢星期四 就會有政治揭露 一個星期會有兩萬的政治揭露 但是呢 我星期五六就會上星匯網的 一個星期五會講四天政治 兩天在自己的台上 有兩天就去了星匯網 但是呢 如果我又覺得有些特別的事情 我就會出這個突發揭露 任何情況 任何時間 都有可能出突發揭露 請大家留意 可能我突然間 我覺得 那一段時間香港很多事情發生 我可以塞機無神 就是 連續星期一 二、三 晚上八點出突發揭露 都可以的 跟以前沒有分別 可以沒有分別 亦都可以有 因為 突發揭露可以出可以不出 沒有復露承諾的 好 那我們先進正題議 進正題了 好 我們首先留意一下 說一些歷史 上次給你的表 沒有寫那麼多東西 現在寫得比較充實一點 1649年當然就是 查理一世 很多人都懷疑他是天主教徒 那他是天主教徒 你應該要殺了他嗎 何況他不是 他是一個蘇格蘭人 查理一世 那個Steward的家族 但是他 是 在蘇格蘭那裡的人 他基本上 承繼了長老會的信仰 但是 他可能對天主教比較 友善一點也好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那些人想殺他 才說他是天主教徒 那些歷史的東西 永遠都是打贏的那個寫的 是不是 然後 在那個中世紀的時代 我上次做完節目 我都覺得是 真的 在中世紀的時代 殺皇帝 真是一個 和上帝敵對的行為 聖經教了 大衛也不會刺殺 蘇羅 蘇羅自己戰死了之後 以色列人就開始 高立 或者扶植了 大衛去登基 當然 蘇羅的兒子繼續存在 某個程度上 那個都不是信使 大衛在蘇羅的故事 但是無論如何 總之 聖經裡面的內容是這樣 不管是否歷史 是否這樣發生 聖經表達了一件事 你不應該刺殺皇帝 你刺殺皇帝 皇帝是上帝所高立的 在宗教上 你殺的皇帝 你真是背棄上帝 所以大衛呢 雖然被高立為皇帝 基本上大衛 初初的選擇是 娶蘇羅的女兒 那蘇羅死了之後 他就以女婿身份做皇帝 他本來的計劃是這樣的 他沒有心去殺了之前的皇帝 自己去上 因為之前的皇帝 都是上帝所高立的 是吧 所以其實你看到 有一個有信仰的國家 是不應該有士軍的事件發生的 但是1649年 英國發生了士軍這件事 代表貴族覺得皇帝都阻礙了 是不是 皇帝在這裡可能對我們有威脅 收我們稅 殺了他 那就沒有人收我們稅了 或者是我殺了他之後 我們這群貴族去收人民的稅 我們當然是肥肉用了 是不是 這個是一種 是有十一年英國的 可十一年才真正的英國 的黑暗時代 我認為 但是 克倫威爾做了九年的獨裁者 做到1658年就死了 在他的任內 替英國打贏了 英河戰爭 第一場的英河戰爭 所以克倫威爾也很有敵基督的感覺 他打傷也贏了 不過 他是夠膽去殺皇帝 這個人挺魔鬼的 但是英國人始終在中世紀的生活中 克倫威爾也沒有做皇帝 克倫威爾的兒子也沒有他的能力 克倫威爾死了兩年之後 英國人始終覺得身癢不如這樣 在西歐的大國家 英國法國 或者神聖羅馬帝 就是德國 西班牙 都是有皇帝的 英國沒有皇帝是很肉酸的 做什麼事呢 還信不信基督教呢 是不是 你掛名 不是信天主教 你是新教或者聖功會 但是 你也是掛名告訴別人 你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你沒有皇帝 還是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呢 各樣的事情 英國人民始終都是說 喂 這樣吧 不要欲欲酸酸 我們是信開基督教 一個基督教國家 基督教國家應該就是皇帝 皇帝 就得到呢 聖功會的高立 都是 即是軍 即是 軍權神授啊 都是 上天 將個權力 賜給皇帝 去管治英格蘭 等於中國而已 中國都是那個 天的信仰的 對不對 所以每一代的軍王都會去天壇 祭天 所以 皇帝就是天子了 他是上帝的親生子 或者什麼都好 他親近上帝多一點 所以他有政治權力管治我們 這個呢 事關於宗教上 是一個 無神論的表現 英格蘭呢 接受不了 就是 克倫威爾 壓榨 做了九年 獨裁者 你可以壓榨九年 但是我們接受不了 所以呢 1660年呢 就符立回 被殺的查理一世的兒子 查理二世回來 在克倫威爾的年代 打贏了兩次英雄之爭 但是呢 其實之後的荷蘭 打了兩次的英雄之爭 荷蘭是贏的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說早一點 荷蘭的崛起 其實荷蘭呢 可以說一句呢 其實他在1602年呢 已經建立這些 叫做東印度公司 就是說呢 其實因為呢 我也講過了 1580年呢 就 西班牙呢 就已經 吞 理論上就是因為這些 因親的緣故 菲利普二世呢 成計了葡萄牙國王的位置 一個皇帝兩個國家 葡萄牙呢 開始呢 自己呢 慢慢衰弱了 重心轉移到西班牙那裡 大家一個國家嘛 所以呢 其實 葡萄牙自己沒有了自己的君主啊 變成了和西班牙大家的君主啊 慢慢衰弱了下來 荷蘭呢 那時候還在和西班牙打仗 搞獨立戰爭 天天打之餘 但是荷蘭的人呢 看到 葡萄牙呢 開始軟弱的時候呢 開始搶葡萄牙的生意了 所以1602年就建立了東印度公司的 很快 他就在台灣那邊呢 但是沒有侵佔台灣 侵佔了今天的澎湖的列島 澎湖列島是台灣島和福建之間的一個小島嶼 可能荷蘭就說 小小的容易吃啦 但是搞多兩搞呢 最後呢 在20年之後 1624年呢 他就退出了澎湖這麼小的島嶼 就走了去台灣 佔領了台灣 其實呢 這個荷蘭人呢 控制這個 台灣的時間都挺長的 去到1662年呢 都還是 才失去台灣而已 被鄭成功的家族踢走 就是說呢 我覺得 荷蘭人呢 是開始衰敗的了 在這個 17世紀的60年代 他首先就是1662年失去了台灣 那麼跟著呢 1664年呢 在北美裡面呢 原本呢 紐約這個城市呢 都是荷蘭的領地 叫做新阿姆斯特丹 新阿姆斯特丹 就被英國人搶了 就變成新紐約了 就是這樣來的 紐約的名字 紐約呢 是可能 英國本地的 約克郡 就是英國本地的 英國本地有一個約克郡 現在把這個約克郡呢 就說 在北美的殖民地 改了名字 叫做紐約了 紐約了 紐約就這樣來 1664年呢 就 荷蘭就失去了紐約 那就是因為呢 大家在北美殖民地呢 大家在搶奪了 英國人就 搶了你荷蘭 荷蘭把幾火 就下一年就立刻和你開拖 抽了 基本上呢 在查理二世的年代裡面呢 他就 反而 他管理的國家 是沒有那麼好的 所以呢 荷蘭呢 是打贏了 但是呢 最後呢 大家的利益交換之下 我英國就說 我霸了紐約呢 我就不吐出來 這些事情談 那就交換了利益 所以呢 1667年呢 就完了第二次英國戰爭呢 就交換了利益 就沒有拿回紐約了 基本上呢 荷蘭在北美裡面呢 應該都沒有什麼殖民地的了 因為 那時候1664年沒有了 那其實現在呢 在南美裡面呢 有一個叫蘇里南的 在委內瑟拉的東面的 仍然有荷蘭的 前殖民地的 就是荷蘭人呢 主力經營的是東方的貿易 但是呢 在西半球來說呢 都放了一點點位 本來有紐約的 但是沒有了 就變成了呢 主要放了去南美那邊 那邊 然後呢 荷蘭呢 遇到第三次的 英和戰爭了 第三次英和戰爭呢 那一年呢 就是威廉三世登位了 威廉三世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 那時候呢 是 他叫做奧蘭治的 不知道什麼 八雀還是什麼雀 總之呢 威廉三世這個人呢 因為恩親的關係呢 就1688年去了 英國成為皇帝的 1689年 這個威廉三世和那個威廉 和英國那個威廉三世 是同一個人來的 就是說呢 他娶了 這個的 應該 瑪莉二世應該好像是 查理二世的女兒來的 這個詹姆士 我查一查 可能我記錯 但什麼都好 威廉三世 威廉三世威廉了 英國皇室的女兒 但是呢 他一登位那刻呢 他和英國呢 又炒車打仗 他 可以說1672年呢 是 荷蘭裏面 衰落 決定性的一年 本來是有三個國家 那時候在西歐呢 都是強大的 一個是荷蘭 一個是英國和法國 但是 在1672年的時候呢 是法國和英國同時 和荷蘭開戰 這個呢 那時候法國的皇帝呢 叫做 奴役十四 奴役十四很出名的 整天打仗的 但是奴役十四呢 他打了法韓戰爭之後呢 打到荷蘭呢 他打贏了 甚至是霸佔了多領土的 這個是 這個可以說是 奴役十四呢 開戰了一系列的戰爭裡面呢 是頗為成功的一場戰爭來的 那麼 荷蘭呢 就 和法國和荷蘭呢 由1672年呢 打了六年 打到1678 那麼 英國那邊呢 就和他打了兩年而已 但是英國呢 都是輸的 就是說 荷蘭呢 在被英國和法國兩邊夾來講呢 荷蘭呢 有力量扯扁了英國 但是呢 就 和法國打的時候呢 法國人口始終都多過他很多 所以呢 最後呢 法國和你呢 拖場來打 打了六年之後呢 荷蘭都頂不住了 就輸給你 就是這樣了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可以說 荷蘭呢 確認是1678年衰落 但是去到呢 去到1678年之後呢 這個世界霸權剩下兩個國家是差的 一個就是法國 一個就是英國 喏 其實呢 我記得呢 就是說 路易十四是打了四場戰爭的 第一場呢 當作玩而已 法韓戰爭是第二場 第三場呢 是有個叫九年戰爭的 九年戰爭呢 就是1688年開始打的了 那個九年戰爭呢 無無畏畏的 完全沒有結果的 那麼 因為法國 打贏了荷蘭之後呢 的十年之後 法國呢 路易十四就充滿了野心的時候呢 剛剛英國那邊呢 就不喜歡 他那個皇帝啦 詹姆士二世啦 King James II 所以呢 因為那時候呢 本來是想忍了你 詹姆士二世的 因為詹姆士二世呢 他基本上就是 他 Stuway的家族啦 他的老爸嘛 就是查理一世呢 就被人斬的 詹姆士二世呢 詹姆士二世呢 詹姆士二世和查理二世呢 是兩兄弟來的 查理二世呢 就可以呢 其實就和當時的 英國的貴族呢 基本上都是 大家很多磨擦 大家都是忍 啊 但是查理二世呢 就沒有兜口兜面 說自己是天主教徒啊 其實他本身是蘇格蘭人 為什麼要相信天主教呢 就是因為李詐辛教徒 殺了我老爸 我刻意 和你相信相反的東西 是吧 那麼詹姆士二世呢 開宗明義是天主教徒 查理二世就沒有這樣開牌的 所以呢 還忍到 本來呢 當時呢 1685年 詹姆士二世上台呢 他是查理二世的弟弟 他上台的時候呢 想著就是 哎 你們班人殺我老爸 撐你的肺子啊 所以他就 刻意相信天主教 和你們作對的 但是呢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舊坡 可能他覺得 他哥哥做了一個很長時間的皇帝啦 1660做到是1685 即是走25年時間 他覺得 他們的Stuart家族啊 有 就是 羽毛夠豐厚了 那麼就想著就是 啊 就是向這個 殺過他老爸那些貴族報仇的時候呢 那麼他還沒有坐穩的 那些人就看到 你詹姆士二世暫時沒有子山 啊 那麼你沒有子山的話 那我也忍一下你啦 其實這些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英國人作出來的 其實一直都去 有母子山呢 都是有陰謀 真的想踢走他 因為 Stuart擺在這裏 信 這個 詹姆士二世的講道明 James呢 講到明是要信 天主教 你真的跟 整個貴族集團 去作對 那麼最後呢 爆發光明革命 其實我也不覺得是光榮的 不過呢 這個革命來說呢 某個程度上建立了呢 是相對地一個叫做 君主立憲制 這個君主立憲制呢 近代呢 大部分還有皇帝的國家呢 都行這個君主立憲制 但是君主立憲制 是不是真的叫做光榮呢 這個我仍然覺得是一幫賊 背叛他們的君王 我有個這樣的認為 嗯 我不覺得這個是 什麼好的制度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光榮革命呢 這個所謂的光榮革命呢 是逼走了占武士二世 因為他是信天主教 每個貴族或者平民都怕 我們搶了那麼多天主教的錢 你讓我吐出來我理你都傻 那你不如皇帝你走 那大家逼走了占武士二世之後呢 就迎接 瑪麗二世那是占武士二世的女兒 這個我要查一下 那 迎接了瑪麗二世回來做皇后 帶來荷蘭 那個的 其實那時候沒有皇帝的名字都好 帶來威廉山世來 那變了呢 其實是1688年開始呢 1689年開始可以說 就是荷蘭呢 和英國呢 變成了呢 是 同盟的國家了 威廉山世呢 是一個皇帝兩個國家 不過呢 他和老婆共治英國啦 是吧 那所以呢 其實那個 開始呢 英國就染成了變成橙色 那 愛爾蘭的國旗就出現了橙色了 其實威廉山世都算是一個很厲害的軍環 他是征服了愛爾蘭 就是愛爾蘭 就是愛爾蘭經常都會想背叛英格蘭的 那他 威廉山世可以按住你 愛爾蘭 所以愛爾蘭呢 其實一直都跟英國的關係很緊張 那他經常都想背叛 後來呢 有時候他想 不如我弄一張國旗出來 我橙色代表著你威廉山世 柯榮柱 那我就綠色代表著我們傳統的愛爾蘭人 天主教力量 那現在呢 橙色和綠色中間有個白色 代表著 不如這樣吧 我們愛爾蘭人和你們英格蘭人 就和合相處吧 用白色來形容 所以現在呢 愛爾蘭國旗就是橙、白、綠 為他的國旗的 那這個 遲些跟他談 光明革命之後 英國的發展 英國可以說一句 完了光明革命之後 那荷蘭和英國 變成了 真是 很 同盟 那 開始力量上 凌駕法國了 在爭霸上面 荷蘭和英國 叫做結了文 令到英國踏上霸主之路 下次再談 照片 3 10 2 感谢观看